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2005年至2017年 被告人孟宏伟利用担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 中国海警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 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446万余元 庭审中 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孟宏伟及其辩护人进行了执政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 孟宏伟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数十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最后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П前方 对ad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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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res